110学年度全国海市水产类学生记忆竞赛 将于11月2日至11月4日在国立澎湖海市比赛 召集参加海市水产类记忆竞赛的澎湖海市各科选手们 在至青楼三楼简报室进行开训仪式 由谢敏渊校长主持 并邀请新任家长会长严明灿道场加油打气 海市水产类科学生记忆竞赛 至59年度至今举办多年 海市水产类科学生记忆竞赛 早期均由基隆海市规划及承办 因参与学校逐渐增加 所以68学年度起 由基隆海市、苏澳海市、澎湖海市、澎湖海市、东港海市 及台南海市五校轮流承办 并自87学年度更名为 全国高级中等学校海市水产类科学生记忆竞赛 今年海市水产职类记忆赛 渔业科、航海科、养殖科、轮机科、航管科及食品科 参加海市类记忆赛 参赛的种类既有水产食品职种、轮机职种及船舶机电职种、 渔业职种、航运管理职种、航海职种、水产养殖职种及七职种 对于拥有主场优势的澎湖海市选手 市长们都满怀期待 能够将七个职种的冠军都留下来 校长先明冤、勉励并期待 以技能竞赛选手出身的经验鼓励选手们 学校投注这么多人力、物力的支援 要把握机会立定目标 在市长的指导训练下 努力实现梦想、获得最佳的成绩 记者、王海龙报道